在那个门的旁边 说湘民刚王有对于特权 乔病床这事情看起来是很火大的 但事实上呢 现在我们看到有加护病房的医师 陈志金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写说 越乔其实他越惨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在时间的压力之下呢 会跳过很多的医疗程序 而且很多人呢 在乔的过程中会找那种很高阶的医生 但是殊不知啊 高阶医师跟临床是越远的 到后来呢会变成什么 多头马车的这个治疗的决策 结果你最后的下场就会很惨 是吗 我绝对同意这个说法 其实第一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刚刚听各位在讲说 各显神通用各种方式去瞧 我听了很想哭 我真的很想哭 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在医疗制度上面 讲得好像很公平 我们让你什么充分的医疗资源 健保怎么样对你多好 原来如此不公平 而且这对于第一线的人来说 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公平是 你们上面讲的那么开心 我们第一线在这边挡得那么辛苦 假设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人情形 我们明明觉得他可能需要住院 他还要等呢 我们的专业判断被放在特权之后 我真的听了很想哭 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说的 VIP好不好 我真的讲一个比较不客气的 大家在讲说 急诊啊 我等了三个小时很生气 对于很多的临床人员来说 如果你来到医院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我绝对让你优先进急诊室 我觉得第一个全部的人 所有急诊室的人力都去救你 如果你的病况非常严重 一定要立刻时间进开药房 那我也保证你马上可以得到你要的需求 这才是真正在医疗的专业里面 应该被放在前面的 而不是全力 可是刚刚提到的VIP 我自己很怕VIP病人 我早年其实有些人会跟我说 谁谁谁是我介绍过去的 或者是说院长打电话来说 这个是我的朋友 我老实地告诉各位 这会非常影响你的医疗人员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手术 要不要插倒尿管 要 因为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要插倒尿管 因为你可能预防手术过程中的其他突发状况 甚至受伤 可是你今天是一个VIP 我懂了 讲一句实在话 比方说彭P假设哪一天 我们敢帮你插尿管吗 你今天秀出来告诉我说 我是VIP哦 那个插尿管很痛我不要哦 这个时候 你就会影响医疗人员的决策 我们得罪那么多人 你在医院一定被宰的 不会啊 因为很多女生 插很多管 很多婚人人都喜欢你 简单说 把罪之后予取予求 当这些VIP他提出特殊要求 我怕痛我不要这个 我怕人家干扰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各位想想看 其实医疗有很多叫做医疗常规 常规是怎么出来的 他经过了非常多的研究 长期的研究报告 告诉你说 你必须照着这一步一步下来 是对病人最安全的 对于你的整个流程是最好的 可是VIP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电话打一打 就跳过这些过程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 已经可以看到 某一些特殊的流程 它是会有伤害的 而且我相信医生 当医生知道 这病人是被关说 然后这个那个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不舒服嘛 就跟我媒体人一样被关说 一定不舒服嘛 心里很改悠啦 就是那这样子 我到底是应该要照着 我的专业告诉我 应该怎么照顾你 还是照着长官告诉我 OK 你想要什么治疗